对于传出蓝绿基层支持者推动联署罢免市长谢国良 以及反制罢免议长佟子伟和民进党市议员的情况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也各自提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党团气愤谢国良即将要被罢免 所以我仍然跟同志委议长在积极的合作 我们两个都是以和为贵 希望双方平息纷争 但是两党一定有基层的支持者 以及情绪激昂的民众 包括在昨天下午在议会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些议员不理性的作为 更是激发了这些民众情绪的高亢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讲 我们基隆其实真的不应该 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再继续恶斗下去 我支持而且会持续的邀请我们的议长 缓和双方的情绪 大家应该回归到政策面 并且在下一次的选举来进行一个君子之争 而不是任意的去推动两阶段的门槛 然后遂行政治阴谋 以及政治目的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党工职从中央到地方 目前为止 到此刻为止 都没有任何参与罢免的活动 或是连署 我也再强调一次 我站在议事厅里面 绝对会履行 我议长应该有的责任 议事中立的高度 我想在这几天里面 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 或是媒体先进 还是市民朋友 都可以看到我的用心跟努力 我也不希望 恶意罢免的活动 互相攻击的政治伤害 或是把它升高成蓝绿斗争 我觉得我们都不乐见 这对我们市政的帮助 市政的推动 所谓的辅惠和谐 是在建立在于理性沟通 监督讨论的机制之上 我们不乐见 未有社会正当性的罢免 持续的运作下去 这是我的态度 但昨天下午在四点多 我就跟同议长有一个深谈 我非常肯定他是一个理性务实的政治人物 我们双方都觉得 这个对彼此的这种民众 基层民众的情绪性行为 很多社团的情绪性行为 真的对台湾的民主 有着严重的伤害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议会开议之前 我们又一次的碰面 我们一直在讨论 如何缓和双方的情绪 所以我非常的 肯定他 在这个方面 非常理性的作为 但是现实上 我们就是有面对 因为双方基层有很多很多 已经到极度不理性的情绪 那我也希望更多的实情 能够违规讨论 不要动不动的 就提出所谓的罢免 我自己也是不认同 我也呼吁这些社团 收敛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再做不理性的行为 我今天也跟市长也充分的表达 其实民进党 无论中央 还是地方 并没有 或是还没 或是上位 我们全体党公职 无论中央或地方 上位 还没 完全 还没有参与 现在公民团体 对他发起的罢免的活动 这个我想从上到下 不管垂直 还是水平 没有任何党公职参与在里面 如果你要 希望 民进党 或是范律 或是中间选民 来降温 也就是希望这个市政争议上面的议题 不要对他继续发动罢免 我想应该回归市政讨论 理性监督 我想也不应该 不断的开战场 我所谓的开战场 大家从新闻事件上都看得出来 无论从直播 等等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如果降温 公民团体的不满情绪 也一定会降温 过去两天多来 我跟同志委议长 一直在针对 彼此基层的情绪 深度合作 进行安抚 从昨天下午 大家可以看到 议会的休息时间 跟今天上午 我们都在积极讨论 如何解决 基层相关的 情绪跟问题 我也非常肯定 他的一个做法 我也认为 对他提出相关 联署的团体 应该要冷静 并立即停止 不要再继续下去 我不赞成任何刑事的罢免 我也主张 公职人员 应该透过选举 来决定 他的去留 而不是任意的 提出罢免案 任何政党 都可以轻易的 取得两阶段 选举人口 百分之十一的 联署后 即可进行投票 这其实 极不合理 并对台湾的 政治稳定性 有实际的伤害 希望 三党 各政党 未来 可以再度修法 对于公职人员 选举罢免法 再一次的完善 让公民的权益 以及政治人物的权利义务 可以有效落实 并保障 因为这里是市议会 我的职责是 议长的工作 立法院的工作 我想我们这边 不便表达 至于罢免的门槛 或是等等 相关修法的机制 应该付诸社会 充分讨论 我想很多的 争议的发生 都是没有完全的 社会沟通跟讨论 如果社会 如果民众 全台湾的民众 或是市民朋友 有相对多的共识 它自然 会让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自然会朝向修法的 这个工作去进行 从过去到现在 我想大部分的罢名案 都没有社会的正当性 真正有罢名过 在最近这几年有发生 那个社会的张力 跟情绪 对高雄市政有帮助吗 之后 现在陈其迈市长 专注在高雄的市政上面 我想这会呈现在 每一份民调的满意度里面 相对的基隆也是如此 如果谢市长 希望公民团体 可以降温 那就应该理性回归在 市政专注上面 这个时候 也应该对市政专注 对我们东岸相关的厂商 大家也才会有信心 未来还持续愿意在基隆投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